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观光电梯在哪里吗? 它的运行速度每秒三米,每小时可以运送三千名乘客。 它一直保持着世界上最高,在重量最大,运行速度最快的全暴露户外观光电梯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。 它甚至让著名导演卡梅隆萌生了阿凡达的创作灵感,并最终在那里取景拍摄。 它就是张家界的百龙观光电梯。 对于全世界来讲百龙电梯都是一个惊世之作。 但是,你知道电梯本来只能在室内运行吗? 那么户外电梯又是如何产生的呢? 关于它的出现,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。 在圣地亚哥有一家老牌酒店,科特大酒店。 随着客流的增多,酒店配套设计的电梯由于狭小老旧,已无法适应新的需求。 酒店老板准备改建一个新式电梯。 它是巨资请来国内最一流的工程师和建筑师,让他们一起商讨如何改建。 因为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从业经验。 经过讨论,大家达成一致观点。 从电梯安装到投入使用,酒店至少需要停业半年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老板眉头紧锁,他严肃地问,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? 如果停业半年,酒店的经济损失就太大了。 建筑师和工程师一口同声地说,必须这样,我们干这一行这么久了,从经验来讲,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案。 听了这句话,老板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 这时候,一个负责打扫的清洁工刚好从旁边经过,他认真听了一会之后,停下了手中的工作,看了一眼一脸坚定的专家和忧心忡忡的老板,捏入着开口说,我倒是有个好办法。 工程师轻蔑地看了他一眼,你连装电梯的经验都没有,怎么会懂得如何装电梯? 老板也随口问道,不妨说来听听,如果是我,我会直接在屋子外面装上电梯,多么巧妙的方法。 老板听后,眼前一亮,工程师和建筑师听完,诧异地说不出话,随后,两个人都羞愧地低下了头。 很快,酒店就在屋外装设了一部新电梯,而这部电梯也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第一部室外电梯。 一个想法的转变,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电梯行业。 知名全世界的百龙电梯,俯瞰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电梯,包括各种商场随处可见的观光电梯。 这一切的出现都源于一个清洁工的创新思维。 著名主持人莫罗曾说过一句话,我们都是自身经验的囚徒。 其实很多时候,解决问题不在于学识的多广,技术的高低,而在于你是否具备一种摒弃自我经验的勇气。 当跳出思维的局限,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问题并不难。 依思维方式是拉开差距的根源。 你是不是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,两个人同时入职一家公司,一年后有人快速晋升,有人仍旧原地不动。 一个地方开了两家店铺,一年后一个生意兴隆,另一个却濒临倒闭。 同一起点,相同的环境,为什么会这么快就拉开了差距? 哲学家培根在习惯论中说,思想决定行为,行为决定习惯,习惯决定性格,性格决定命运。 思维方式是思考问题的核心点,是拉开差距的根源。 喜欢体育运动的人大多都听说过英国自行车队的故事。 他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公路和赛道自行车项目上,夺取了该项目60%的金牌。 从奥运会转战伦敦,他们的成绩更上一层楼,打破了9项奥运会记录和7项世界记录。 在2007年至2017年的10年时间里,他们共斩获178次世界锦标赛冠军,66枚奥运会获残奥会金牌,并在环法自行车赛中连获5次胜利。 这被广泛认为是自行车运动史上最出色的成绩。 然而在此之前,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,英国自行车运动员却极少在赛事中获得奖牌。 关键的转折发生在2003年,大夫被聘请担任绩效总监。 他通过不断观察,不断总结,决定改变原有的训练模式,转而从改进骑行的每一个细节入手,重新设计自行车车座。 测试不同类型的凝胶,为队员选择适配的枕头和床垫。 小小的思维转变引来了巨大的反响。 仅仅五年后,大夫就将这支车队送上了赛场的神坛。 企业家道圣和夫提出过一个公式,人生工作结果等于思维方式呈热情呈能力。 在他看来,拥有正确的思维方式比拥有智商、体魄等其他能力更为重要。 不同思维模式的人看待同一件事,得出的结论产生的行为往往大相径庭。 即使起点相同,也会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,过上完全不同的人生。 二,你的思维决定了你成长的速度。 看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,一位老板在国道附近开了一家饭店。 开业以后生意非常不景气,眼看着众多车辆急驰而去,却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光顾。 老板做了很多尝试,展示丰富的菜品,降低饭菜的价格,播放吸引人的音乐,制作鲜艳的广告牌。 但是收效甚微,老板试图换一个方位和着眼点,他尝试着从顾客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。 最后,老板决定在饭店旁边建造一个厕所,并做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志。 结果可想而知。 许多司机为了方便,在停车的同时也光顾了这家饭店。 周易中说,一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酒。 意思是说,想要事情持续向前发展,就要不断变换思路。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,想要获得突破性成长,必须打破思维的墙。 大家都听过田济赛马的故事,调换马的出场顺序,结果反败为胜。 大家也知道司马光砸钢,救人离水和让水离人的结果相同,操作却更加简便。 世界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,我们的行为也不能只依靠过往的经验。 摆脱思维定势,人生才能快速向上。 三,如何拆除思维的墙。 实际有言,常人安于故俗,学者溺于旧文。 意思是说,普通人受习惯制约,容易安于现状。 学者常常沉缅于经验,跳不出思维的局限。 在不断成长的路上,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摒弃就思维, 打开心思路,拥抱更广阔的世界。 如何才能拆除思维的墙? 这里给大家分享三个小方法。 一,看待问题增加跨度。 人在遇到问题时,喜欢在当下的环境里思考问题,然后做出判断。 但时间和环境都是有局限性的。 当下环境里做出的判断看似是正确的。 但如果放在更长远的时间跨度和更广阔的空间跨度里, 未必就是正确的。 环境不要拘泥现状,把目光放长远,逼迫自己做深层次的思考。 二,养成批判性思考的习惯。 哲学家帕斯卡说,人是为了思考才被创造出来的。 人和物体最大的区别就是,物体一成不变, 而人可以通过思考进行自我革新。 环境时不妨先静下心来问问自己, 真的只能这么发展吗? 真的只有这一种解决方法吗? 时刻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有依据多角度的看待问题, 才能不忙从不武断地抓住问题的破局点, 从而快速解决问题。 三,主动学习,拓宽认知边界。 刘慈欣在三体中说过一句话,毁灭你, 与你何干? 面对生为打击,再多的努力也徒劳无功。 认知的局限阻碍着发展的进程。 有句话说得好,发展都是有规律的, 每当你突破一个盲区就会突飞猛进一次。 人的事业和认知都有边界。 多经历一些事,多读一些书,多行一段路。 你的个体外延才会增大,认知边界才会拓宽, 才能为快速发展蓄能充电。 黑天鹅里有一句话, 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己。 只有内心没有高强, 人生才能不可阻挡。 有人说,没有任何人可以限制你, 除非你自己同意。 很多时候局限一个人的不是环境, 不是能力, 而是固有的思维模式。 思维决定命运, 一个人能走多远, 灯多高, 取决于他能不能不断打破思维的高墙。 正所谓, 推倒一面墙, 人生便多了一条路。 感谢观看